字幕提供 李宗盛 劉偉晨跟我們帶來的演講 那他之前在金融業做了八年左右 那現在在做資料分析 那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喔 其實 昨天 聽說有三個號稱是公民團體的人 做了一些 大家都很清楚做了一些奇怪的提問 那事實上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台灣在政商關係背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團體非常多的公司 他們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那劉偉晨今天就是要來告訴我們 他怎麼樣把這些連在一起的關係 抓出來給大家看 讓我們給他一點掌聲 好 各位 各位大家好 那我之前是 我之前在金融業工作 那 不過我大概做了四五年左右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業餘的 算是業餘的喜好 就是離開公司之後才開始在那邊玩的這樣子 那 我現在就是希望可以 跟各位分享一些我的心得 那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意見的話 就我們歡迎來交流這樣子 那 今天因為時間不多 所以我就盡量 就是 把我做的東西 就盡快的 瀏覽過一遍這樣子 那 其實這個東西怎樣 我一開始也不是說有什麼很偉大的夢想之類的 我只是想說 我要找個case來玩一玩 玩個資料分析這樣子 那資料分析怎麼玩呢 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白話的講法 就是你要問問題 問問題之後就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 就開始動手做 那做一做之後你就會問更多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就會 然後再收集資料 然後開始動手做 我就一直不斷的錄屏錄屏 那你就會 這樣一直疊待下去的話 你就那個 你就會開始越來越厲害這樣子 好 那如果這個 以這個case來講的話 那我們資料來源是來自於 其實我主要資料是來自於龍尼王 他做了台灣公司關係圖的資料 那龍尼王他 他是寫著 他寫著 去經濟部商業史的去爬 那 他本來是做了一個網站 不知道這個 我想這邊在場的人應該都有看過 他原本做的這個網站吧 那就是 你打個同編 然後公司名稱 然後就可以 跑出這個公司的一個關係圖這樣子 那不過 通常呢 你如果是下 是做 你大概隨便打幾個大公司 大概都會跑出一大堆 那基本上 看起來是很屌 不過我每次看了眼睛都花了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決定說 要來為大家來 做一些資料的分析 那整理出來說 這個 大概這個資料是 大致上是長什麼樣子 這樣子 那 那你們 可能有人會說 這算是個 Big Data 的應用 我是覺得好像也還不至於 因為 因為那個 其實我們以整個樣本來講 他總共有144萬家公司 那 營運中 那這裡面有一大堆都已經停業了 就是沒有在營運 那 營運的剩下62萬家 那其中這62萬家裡面 只有4萬多家有董建市的名單 那 這件事情其實 難度馬上下降很多 我其實就只是 就這4萬多家的公司去做一些分析這樣子 那 不過光是有這4萬家公司的分析 就也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會得到一些很有趣的結果 這樣 那 那 如果說我們去試著去把所有的公司的網路關係圖 整個通通都畫在一張圖上面的話 其實你整個 基本上是 沒有辦法看 因為就是你眼鏡就會花了這樣子 我們只能夠說 所以我這邊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去做表達 就是 大概就是說就是這樣子 大部分的公司可能就是 他可能就只有一間公司 或者他只有跟一兩間公司 就是有一個法人的交互投資的關係這樣子 那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只有 只有一個群體 這個群體 這個是大家 就是 就是你牽著我 然後我又牽著他 然後母公司 母公司投資子公司 子公司又同資孫公司 然後 一直綿綿連下去 然後 或是說 兩個家族 三大家族聯合 或是說 就是 就是大家牽在 那個牽在一起之後 就變成一個超級大的一個集團 這樣子 那這個集團大概有誰勒 就是有 就是我們講財團嘛 那國營事業 銀行 或是 那其中 其中那個 我的一個意外發現是 不小心還看到黨營事業這樣子 對 對 這真的 我真的是純意外 對 我一開始也沒有什麼 我做這個一開始沒什麼政治偏好 那只是不小心做出很驚人的結果 這樣子 對 那我們直接 看說 如果就這個最大的群體來看的話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就是 畫起來圖大概會變成這樣子 那你就看到中間好像是個黑洞生不見底一樣 對 然後 中間這幾個 那這幾個紅點就是 就是我們講說 他的 投資的公司 比較多的那些公司 那 這些公司的話大概是有哪些呢 我們直接看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排名 如果說 我去就所有的 各個集團的大小去做一個 分配的一個 去畫出一個散布圖來看的話 基本上 大概是會得到 這樣子一個圖 一個最大的集團 它大概有1萬多間公司 所以下面是指數 它是 這個是lock scale 這樣子 那 第二大的 這個 最大的集團 1萬多家可能沒什麼感覺 我們講說 第二大集團 大概只有70幾家 所以 第一大的集團 是第二大集團的可能是 100倍以上 這樣子 對 那這個集團超大的 那 然後接下來就是 那個集團 規模越小 那這些集團的數量就越多 你如果說 在看一些網路上的一些 像是那個 使用者按讚的文章的數目 或是說 推特的一些連結書 大概也都有類似的一個 分配這樣子 那 不過 這是純粹就統計上面來看的 那 接下來我們會想說 去試著去做一些 這個大群體的觀察 我想說 我想要去更多了解 以下這個群體的組成的成分 但是我又不想要 看到眼花 那所以 我們只能夠去 找一些方法 試著去 去觀察它 我們講說 比一比 要怎麼比呢 我比直接投資的公司的數目 還有它的子孫數 子孫數就是子公司 母公司投資子公司 子公司投資孫公司 一直投資下去 那這個 那延伸的子孫 到底有多少個這樣 就是 那另外就是我們還會應用 那個社會網路分析 Social Network裡面 網路分析裡面 會有講個中間值 用這個來 衡量公司的重要性 這樣子 那我們直接講 直接投資加速的排名 好了 我們如果說 純粹就他們 這公司 他直接投資的公司加速 來做排名的話 大概可以得到這 前20名 大概是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那 第一名 前兩名是兆豐跟開發 那其實這兩個 這兩間公司的話 是有一個歷史因素存在的 因為 以前 在以前的時候 只有這兩間公司 他們具有工業銀行的身份 這兩間公司 具有工業銀行的身份 就是有點類似 創投 所以他會投資很多家公司 那這點到現在 所以他現在還是有投資不少公司 那其他的話 大概就是一些財團 像其實 南聯國際貿易 這個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是 跟統一企業還有統一超商是一樣的 它都是台南幫的 統一集團的一個 就是母公司這樣子 那這三個就是統一集團的 那再來是玉龍汽車 玉龍汽車他自己也有很多公司 那南河新產 那新產的話是那個高雄的成家 對 那有人可能不知道高雄成家是什麼鬼 這樣子 那我們 它是一個從日據時代就開始有的一個 存在一個超級大家族 那從日據時代 好像清朝的時候就有了 清朝日據時代 然後到國民黨這樣子 然後到國民政府時代 這樣子 過來這些大家族都沒有掛掉過 然後 那就還越來越大 那據說高雄有50萬坪的土地 都是他們的這樣子 然後可能 接下來 這些是大財團 那我們 那這是銀行 那我們也會看到 這是國營企業的一些影子在裡面 對 那這個還有行政院退伏會 這之前可能網路上也有人爆料過了 就是退伏會下面有大量的天然氣 它有一堆天然氣公司 還有什麼新興客運 新智頭 都是他們 他們都有投資 那 那 22名中央投資 所以 這邊寫22 其實20名跟22名是一樣的 就是 那中央投資 中央投資是國營的嘛 它不是國營的 它註冊在巴德路 是國民黨黨部大樓那一棟 對 那這個就是 這就是我們在講 我講的黨營事業 對 黨營事業就是 都是以這個中央投資為中心 然後它去 往下投資 然後再繼續 往外投資 這樣子 那就是不小心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 以前早期的時候 其實是有不少的學者 就是撞文批評說這種 就是 這種 在以前黨國時代的時候 是被人家稱為 叫做黨國資本主義 就是 國庫通黨庫 然後黨國不分 然後 這個國營跟黨營 然後大家也分得不是很清楚 然後 甚至是有 有人想說 你如果要開發 要開新公司 以前早期 要開新公司 必須要得到政府的一些允許 那你如果說有 國民黨 你可以 讓國民黨的人來當股東的話 那 你的公司就會比較 政府比較不會找你的麻煩 這樣子 那 以前就有人在批判了 那只是說這幾年 沒什麼人在批評 那 但是 就是我們透過這樣子的 一個資料分析之後 發現到說 其實這種黨營失業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 沒有人批評 不代表這個問題 已經沒有了 其實它規模還是很大 因為 它規模可以大到 跟前面這幾個大財團 去 去相比較 這樣子 那 到底一個政黨可不可以 擁有這麼多的 投資企業 這個是個大問題 對 因為畢竟政黨是拿的是 它 人民投票是投給政黨 可是政黨跟企業的勾結太 牽連太深的時候 你可能會質疑說 他的 他的一些決策 決策方向 或者他的立場 是不是比較偏向企業 而不 不偏向人民這樣子 對 這是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啦 那反正 從資料分析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再跟人家講說 那個 什麼 在討論政治問題的時候 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資料做佐證的話 就可以為我們的一些利潤 去提供一個更強力的一些證據 這樣子 對 那我們如果說 講說直接投資前50名的公司 我們只是用這種一階的社會分析圖 來去畫的話 就會發現 其實前50名 就大部分的公司都連在一起了 然後只有少部分 少部分的公司他們沒有連在一起 那其實 你如果說我們延伸到兩階的時候 大概 這幾間公司 這幾個都會再連在一起 只有 只有寶島跟鬥牛市 我記得寶島跟鬥牛市 這兩個是 他們一直都獨立的 沒有跟其他公司有一個法人的投資關係 這樣子 那 如果說我們講直接投資加間接投資 就是我們講的子孫數 就是 來做排名的話 其實 就會 又會得到一個不一樣的結果 那 前面的話 就財政部 台灣金融控股 台灣銀行 國發基金這邊 那他們 那另外下面這邊有 這些 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 就是除了 星光這個 一看就知道是星光之外 其他公司到底是什麼鬼 也不知道 那其實 我可以跟各位講說 這些都是 星光集團的母公司 對 那星光集團他們 投資了很多公司 那 就是他們用一個法人化的方式 就是 成立投資公司 然後再有投資公司 去投資他們 他們的那些 就是 他們的 星光人獸啊 星光 星光百貨 的那些 公司這樣子 所以 不過 因為 不過 從這個 排名來看 來試著去瞭解這個大群體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 我們看說 這樣子 前十二名 這樣子來看的話 其實大概 我們就只能夠看到說 喔 國英事業 然後星光集團 所以這 這可能不是一個 那如果說拿前五十名來畫的話 大概就變這樣子 所以 就 變得沒有之前的那麼複雜 因為 它其實就成分很少 你就只有看到 大部分就是星光集團為主 然後還有 國英事業 那這樣子 好 我是可以知道說 的確是星光集團 他們真的是 投資的非常多 但是 好吧 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們 我們是希望可以再做更多更多的 就是更多的分析 然後 可以 去了解 對這資料有更多的了解 這樣子 那為了讓對這資料有更多的了解 我就試著去用一個中間度 這種東西 什麼叫中間度 中間度就是 你在一個網路裡面 你在一個網路裡面 你越接近這個網路的中心點 對 或是說 你連接的點越多的時候 那你的中間度 你的重要性就越高 然後 我們用中間度來去衡量 所謂的重要性這樣子 所以 中間度越高 越接近中心 那就是 它連接的點越多 然後它的重要性就越高 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第一 前三 前四名 對 前四名都還是國營 跟國營失業有關係的 這樣子 那 那 銀行 他們本身的話 對銀行 然後他們又會再去投資其他公司 這樣子 然後其他公司又會再去其他 投資其他公司 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還看到 新光啊 統一啊 交通部這樣子 開發 好 那你其實 這邊你可以看到 中華開發公營 跟中華開發金融控股 那其實是這兩個 基本上 對啊 這是 因為一個是金控 一個是銀行 銀行 銀行跟金控的他們的子孫數 基本上 這應該是會重疊的啦 對啊 因為 就是母公司跟子公司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 所以 以中間度來排名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 大概核心 核心的企業大概是哪些 這樣子 那可以注意到的是 這邊就是說 其實這些都是 大家都是 那個大集團的一份子 這樣子 所以 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 用中間度前50名來看的話 就大概 畫出的圖大概會有點 像這個樣子 那 就基本上 大概這些公司幾乎都連在一起 這樣子 那 所以這就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之前 那如果用那個 一開始的那個 Roni 他做那個東西 那我點幾個大公司 為什麼一點下去 隨便以畫都是畫 都是一堆公司這樣子 因為 因為他們 根本就是都牽在一起了 這樣子 這是 這是一個 社會結構啦 就是 結構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們要去改變結構 基本上是 蠻難的 對 不過我們可以去 先 對這個結構有一個認識之後 然後 再去思考 我們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 如果說 對中間 對企業排名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會想 我會想問說 那有沒有董監事的排名 我想知道說 誰當的最多董監事的董事長 結果 一畫 一做排名之後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其實你們看到這個名字 有沒有很熟悉啊 你們應該有看到你們這時候 親朋好友在上面這樣子 那 對 對 對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 蔡奇亞名牌安榜 那 所以 這個 這要講一個什麼問題啊 這是 同名同姓 同名同姓 是個大的問題 因為我想要知道誰當 誰當了最多公社董監事 但我 但那些很可能都是同名同姓 所以 同名同姓 是個問題 我要去試著去處理掉它 那 處理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我從法人代表 這邊來看 我想看看誰當最多的法人代表 那從 法人代表這名字來看的話 其實 那個 這些名字就變得很有意義了 像羅智仙 顏凱泰 這一看就知道是誰 中華開發是因為那個 中華開發他們 都是用公司的名聲去當人家的法人代表 所以他們 他 到底派了誰也不知道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那 蔡少宗是那個 旺旺 對 是旺旺 對 然後這邊 那法人代表是一個 是一個參考因素 就 那 那另外的話 如果說我們 用 除了法人代表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呢 我們就去 我們試著 我用一個範例來解釋一下 我們叫 我們一個王叉紅小姐 王叉紅小姐 我們用 我用王叉 其實這個叉子是誰 大家應該知道了 對 好 然後 我們想看說他當了哪些公司的董監事 然後一列下去之後 有一堆 宏達店 宏達店 我也是 糟糕了 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 台塑這些 那 這些他當了這些公司的董監事 可是這些都是同 可是 這些都是同一個人嗎 像比如說 蓮宏建設 蓮宏娛樂 這個蓮宏娛樂 我記得我去查 好像是在高雄開寶林球館的 對 但是 這個在高雄開寶林球館的 那個王 那個王小姐 是我們認識的那個王小姐嗎 應該不是 對 那 那如果我去看那個董監事名單的話 去看 從各個公司的董監事名單來看 我們 我這邊只挑了六間公司來 來講 我會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他 他 通常他當董監事的時候 他可能會 他不會只有他一個人 他會再找幾個他的親信 他的好朋友 比如說 他的老公 或是他的姊姊 這樣子 或是他的老公跟他的姊姊 這樣子 對 然後 對 然後 那但是 後面這兩間公司 這就 沒有 沒有他的老公跟姊姊 所以 他是另外一群人 所以 這就是一個 對我來說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filter 然後就是 我可以試著 我也許 就是 這些公司都有這個人 都有王學紅這個人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同一個人 但是 只要 但是我可以從 跟他在一起當董監事的人裡面去找 只要 有一樣的 同時出現的 那我就會說 那他很有 他們很有可能都是同一個人 這樣子 那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其實 對 這個東西到底 有沒有效 我們不知道 因為事實上就是 我們沒有這些人的身份證字號 我也不知道說 我的這個猜測對不對 那只能夠說 我們只能說 我要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試著用一個 比較 比較有一個 說服力的一個方式 去 去做一些 分析 然後去排除掉一些 可能的 同名同姓的狀況 當然 不能夠完全排除 但是可以幫我們處理掉 大部分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 所以 那如果去看 兩個 兩個公司的董監事 去做比較的話 大概 基本上大部分的公司 可能就只有兩個名字重複 只有少部分的公 那 那 小部分的公司 還可以重複到 三四 二三十千公司這樣子 那 基本上 就是 就是這些 有兩個以上重複的公司 這些人 我們都會把它當作是同一個人這樣子 那 所以說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找到一個名 定一個分類的規則 就是說 我先講說 先用法人名單 法人名單 來做一個 來做初步的分類 那分類完法人名單之後 接下來就再 又再開始兩兩兩兩公司去比較這樣子 那這兩兩公司 比較這邊就 花了不少時間 對 因為 四萬多間公司大概就是 西四萬取二 然後就一直不斷的 就一直不斷的回圈 一直跑一直跑 一直跑這樣 那反正 不過處理完之後 但是 這 等一下後面會講說 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對 然後 分類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像岩凱泰 以岩凱泰來講的話 他 本來有四十九個人 然後其中有四十三個是法人代表 結果分類完之後 這些岩凱泰通常都是同一個人 對 然後 吳東進也是 有四十七個吳東進 然後其中二十七個是法人代表 但是 經過這樣子的分類之後 他們通常都是變同一個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也有 這東西不完全 就是 有效果好的 當然也是有少數幾個效果 我沒那麼好的 不過 但 基本上 大致上來講的話 效果還不錯 我們直接 直接講說 名字次數分配好了 原來的 原來的名字次數分配是藍色的 然後 尾端這邊還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點 然後經過我這樣分類之後 就是用紅色點來表示 它的整個分配會大概是 略微的往左移 其中 這些 大量的點 他們 比較 數目比較大點 他們的數目就減少了很多這樣子 那 減少之後 這邊還是有一些比較多的點 這些 這些就是那個標準的蔡奇亞名 對 根據我的 反正就跑完之後發現 那些蔡奇亞名 還真的是蔡奇亞名 對 他們幾乎大部分都是不同人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們以這個王插紅小姐為例子來講 我們看 說他跟他有關係的公司大概是這些公司 那 綠色的點是他有擔任董監事的公司 藍色點是他擔任董監事公司 然後去投資 所投資的其他公司這樣子 像這個有他 這裡有他 這裡有他 然後 這個 綠色點都是同一個王 同一個王學紅小姐 然後 紅色點就不同了 紅色點這個 這個 這就是我分類完之後 然後 說是不一樣的 一群人這樣 不一樣的 那個 王學紅小姐這樣子 然後 這樣可以分出來 然後而且這樣 透過這樣的圖之後 也會得到一些很有趣的結果 例如說 這邊有個 宏達國際電池 然後 宏達國際電池 看起來就像是做電池的 可是他 他跟這些公司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 竟然沒有法人的投資關係 只有 就是 就好像是老闆自己拿錢 另外成立一個供應商 然後做電池 然後公司 然後 這邊 這邊他需要做電池的時候 就把單子灌到自己的公司 這邊來這樣子 然後 這邊拿的是股東的錢 這邊 這邊是賺的是自己的錢 這樣 對 那 基本上 就是 我做這個大部分 聽說電子業的大公司 大概都有 都有這樣的現象 那金融業我也聽過 有一些公司會這樣 就是 反正就是老闆另外拿錢 再成立一些公司 然後母公司就灌單給下面的 把單子灌到這邊來 然後錢就自己賺了這樣子 對 然後 透過我這樣的分類就可以 就可以說 啊他們 他其實是同一群 而且他可能還有一些 特殊關係存在這樣子 那我們用 用人來看的話 大概會變這樣子 就是 我這邊的分 就是 你可以看到 王雪紅小姐為中心 然後他周圍 周圍 周圍這些是跟他一起 擔任董監事的那些人 然後 這邊的這個另外一個王雪紅小姐 這跟他一起擔任董監事的人 分類完之後 剛好變成兩群 這樣子 然後 就這樣 那這個東西 這東西有什麼用啊 這東西我們後面還會 這剛剛說 剛剛講的那個用途之外 後面 還會有一些其他的應用這樣子 就是我們 我這邊就是要講的一個Case Study 就是擋銀事業 就是我們講說擋銀事業 大概是整 大概有哪些咧 就是有這麼多公司 這麼多公司裡面 可是 但是說那個 這個分佈到底要怎麼化 才會是一個極限這樣子 然後 因為 母公司投資子公司 子公司投資孫公司 一時一程投資下去 你到第五代 第六代的時候 到底母公司還知不知道 我有投資這些公司啊 我可能不一定會知道 對 那或是說 或是說我今天我在這個公司 我只有一席的席次 然後我根本就沒什麼控制權 那他去投資其他公司 然後又去投資其他公司 那 剛我批示 對 那 所以我要去想辦法去 很厲害說 他有投資的公司 而且 他要有一定程度的一個控制權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 就講說控制權要怎麼量化呢 那有學者大概有提供 提供過三種的定義方式 有持股比率 或是營餘分配比率 但這邊我用的是董監事的席次比率 因為 前面兩個資料 我 前面兩個資料其實我沒有 不完全 就是不完整 對 那但是我 這個資料我是最完整的 所以 我就拿這個來 來做研究 那我們講說 控制權有分絕對控制權 跟沒有絕對控制權 就是核心企業跟非核心企業 核心企業就是有絕對的控制權 什麼叫絕對控制權呢 就是我如果說 我在這個公司的股份有五成以上 那我就算是有絕對的控制權 那所以 那 但是這個 這個控制也有分直接的投資跟 就是 投資也有分直接投資跟進階投資 例如說 A投資投資B公司50% 好 A對B B是A的核心企業 A對B有絕對的控制權 那A對C只有投資30% 那 A對C 所以C是A的非核心企業 因為那個 A其實 他只有佔三成的股份 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控制權 但是呢 但是 A B公司他同時投資C公司有20% 所以 這個30%加上20% 那 因為B公司是A公司的核心企業 所以 A公司就相當於是說 他對C公司也具有五成的一個控制權 這樣子 對 我們是用 我是用這樣的方式去衡量去 分出什麼叫做核心企業 然後什麼叫做非核心企業 這樣子 那 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大概 大概就可以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去畫的話 就可以 其實 就可以得到這樣子一張圖 對 那相信這個之前可能 各位都已經有看過 那 你這樣用 用這樣子的圖 用 用這樣子的圖的方式來表達的話 其實有很多好處 就是 因為你可以 可以去看說 他的投資名單這樣子 然後綠色的就是他的核心企業 然後 橙色的這個就是 非核心企業 就是他可能 他跟人家有核資 但是 他沒有 他並沒有絕對控制權 那可以看到說 其實中央投資 以中央投資來講的話 他大概就是 他有一些核心企業 但 大部分 要合夥的這樣子 那其實 這就 回到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這就是歷史的 因素 就是人家就講說 我來找國民黨的一起 那個合作這樣子 反正那個 大家一起賺錢 那你不要來找我麻煩這樣子 對 然後 就這樣做 然後這些非核心投資 他們也有投資其他公司 然後 就大概是 這樣子 不過 但事情只有這樣子嗎 事情不是只有這樣子 對 我其實還可以去看說 核心的人物跟投資的夥伴 就是 我從這些公司的董監事名單裡面 我也可以去做一個統計 然後去看誰當了最多董監事 但 我不只要看誰當最多董監事 我要去看說 他跟誰一起當董監事 那 這邊看的話 可以看到說其實這邊 一看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誰是核心成員 許立德 對 這個好有名喔 然後 曾宗正 黃彰龍 薛立妍 對 這個也常常看到他的名字 對 然後 其中也有一些 那這個圈圈的大小代表的是說 他 擔任的董監事 擔任的 擔任董監事的公司的數目大小 所以 圈圈越大表示他 他當越多間公司的董監事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也是這個藍色圈圈 徐旭東 何壽川 這個像這個就是 圈圈很大的 然後但是他是藍色的 就是 所以說他 他本身是集團的大老闆 對 徐旭東就不用講了嘛 那何壽川是永豐金的 的老闆這樣子 對 永豐集團的 然後 他們自己是當大老闆 然後 同時又跟黨營事業 有一個很密切的一個牽連這樣子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說 誰是 誰是國民黨的好朋友 對 對 那國民黨跟他的 欸這個 對 快樂夥伴 欸對 就是這樣 因為 好像20分時間快到了 那大家想把他看完嗎 想 OK 那我們把他講完 好 好 那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 那 對於這些核心人物的話 那我們可以 就是還可以去對他們的中間 那個中間指這邊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那個評 那個排名這樣子 大概就是徐立德這幾個都是在中間的這樣 這是屬於我自己的定義方式 因為那個我是把每間公司的董監事名單 我都是把董事長放到這個公司的中心 然後其他人圍繞著他這樣子 那 但是你也可以做成大家互相彼此相互牽連 不過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做 那 這邊是黨營事業的 那這邊是非黨營事業的 圈圈比較大就是 就是跟他有關 就是他的快樂夥伴這樣子 那 那接下來我們 但是那個我們剛剛已經講說我怎麼 我剛剛已經講說那個我處理同名同姓的問題 那 接下來所以利用前面處理同名同姓的手法 我就可以 其實我可以去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 在國民黨黨營事業單董監事的這些人 他是不是還有可能在其他公司 擔任董監事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我不只是在國民黨黨營事業單董監事 我還有在 我還有另外成立一些公司 然後在那邊當董監事 那這個 這表示什麼 這可能是表示內線 然後 對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而且這 這可以看到一些隱藏的關係 這樣 那我們 如果說把那個東西畫出來的話 跟原來的合併在一起 可以畫成這樣 綠色是我們 我們新找到的公司 那 會得到一個很 一些 有時候 就是 一開始只是好玩 然後好玩之後就發現到一些 很驚訝的事情 然後 對 所以我後來很快的就發了不自殺聲明 這樣 對 對 那 我們講到說竟然有亞太電信 那他投資亞太電信 這邊要加 error 對 這樣子 用箭頭來看這樣子 就明顯多了 那 有投資亞太電信 然後他投資亞太電信 是怎麼投資呢 是從 是從這個育成投資 這邊來的 那可以看到這邊 他董監事 大概曾中正 正是方皇張榮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人名 那 但是他也不是這樣投資耶 他是透過光華投資 就是育成投資是光華投資 百分之百轉投資的公司這樣子 然後光華投資又是新育台公司 他百分之百轉投資的公司 對 然後 就是 做這個 用視覺化的方式來看的話 就會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投資一個亞太電信 他還 他還要這樣子的 繞了三成這樣子 然後 就是成立一間公司投資 他還不夠 我還要成立 都成立兩間公司這樣子 大費周章這樣繞過去 我也不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是不夠但是 做出這個結果很有趣 你可以拿 這個結果再拿去問人家說 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八卦之類的 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還有中國廣播公司 中國廣播公司根本 對啊 本來就是黨營事業 以前早期就是黨營事業 對啊 只是 反正 早期就有關係了 這樣子 然後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基本上 這邊就是大概就是我做的一些 一些成果這樣子 然後 那 如果說對於這個黨營事業 其他集團 去做重要性排名的話 又可以再得到一張圖 這樣子 可以去 我們其實 如果念統計畫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一直不斷地畫圖 畫圖再畫圖 這樣子 然後你透過畫圖裡面 可以去對這個資料 有更多的一些掌握 這樣子 可以知道說 重要的公司是哪些 然後他的 一些哪些 沒那麼重要的 但是還是很重要的公司 大概是有哪些 這樣子 對 然後 那接下來我之前在講這個的時候 每次最多人問我的 就是問我說 你都講國民黨 那民進黨的咧 那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個 後來還好運氣還不錯 有個人他 有個人他那個 在部落格寫說 根據2011年 就是 國民兩黨的 他們提供的那個年報 有一個收入比較 這邊來看的話 這邊屬於公開資料 對 所以 就是 可以給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 國民黨的黨營失業 他的收入 OK 好 黨營失業大概佔了五成以上 那民進黨是 完全是沒有的這樣 對 所以 不過這個黨營失業 本來就是不正常的東西 對 就這樣 好所以 這就是我的研究心得 八成的時間在資料整理 那你要不斷地問問題 多畫圖 對 然後公益散起勢必先立起勢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有些資料處理的問題 所以就是 反正 這就是 不多說了 再講 再講都要講不完這樣 對 然後我們 我用的工具 基本上都是用 Python, MongoDB 那 畫動態的圖是用D3JS 那 如果對這些 對這個圖有興趣的話 就換 就是 要努力學 這樣子 對 沒有 我一開始也不會啦 然後我是因為做這個 然後才開始學的 你做完之後 你也學會了這樣 我覺得非常 就是非常的滑得來這樣子 對 那 將來的應用可能就是 再去整合一些不同的資料 例如政治先進 或社團 財團法人的 董監事的名單 或海外投資之類的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 我這邊再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很多 許立德都在上面 許立德他其實背後是 連戰底下的一個 所以 是你講的不是我講的 是我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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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新聞有 請你找 許立德加連戰去Google 就 他會講到 就是連戰當初 用許立德去做很多事情 好 那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 現在大概就到這裡 然後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請大家私下去找 找 找 找講者一起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